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英雄日常生活頻道 你們有用過樂高來做出一個逐格動畫嗎? 相信大家在小時候的時候 都會自己拿著玩具在那邊演一出史詩集的電影 各式各樣了吧 但是我們只要把每一個動作都拍一張下來的話 是真的可以成為一個電影的喔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完成一部 樂高的動畫 那很開心的是這次的企劃 所以本週的主題就是 樂高週 週一到週五每一天都會有一盒不同的樂高 那我們在週六的時候呢 會用這五盒的樂高的元素來演示一部動畫 看來是一個大工程 好的 那我們馬上就去挑選我們的樂高吧 GO 註冊一下會員 對 這個資料呢是非常簡單的 好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登入到了這個武士代購的網站啦 接下來呢我們選擇的是搜索日本商品的網址喔 你們可以打上樂高 那就會出現樂高啦 那這方面呢我們會建議你們是搜索樂高的日文進行搜索 這樣出現的會比較目標明確一點 那比方說呢我們是要這個解體公式喔 你看他就自動翻譯了 那他呢就是所謂的909的日幣 那折合台幣是277元喔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按申請代購 那這邊就會總結說總價是多少喔 然後呢這邊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所謂的代購的手續費喔 他的手續費呢未滿5000日元的狀況呢是500元 那5000元以上的話呢是商品金額的9% 然後運費的部分呢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邊所詳細介紹的規範 好的那我們就開始代購 好的當我們確認完商品之後呢 就會來到這個註冊資訊喔 那要填的東西呢非常簡單 姓名還有你的姓名的拼音 你的國名你的郵地區號 那像我是台南人就是710地址 然後還有電話號碼 接下來勾選送貨地址使用之後呢就可以同意確認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到了這個付款的頁面喔 那付款方式很簡單有信用卡結算 然後也有PayPal的付費方式 好付款 好的當你上訴的步驟的完成之後呢 就會來到這個地方啦 訂單的信息喔 那他會跟你確認說下單的時間還有訂單的狀態 商品的信息 那付款的信息 購買商品的總金額 代購手續費加消費稅 那這個運費呢跟國際運費是另外算的 好的各位 那我就來挑選我的樂高洲的商品囉 那這個部分呢就先賣個關子啦 好的上訴的動作都完成之後呢 稍待個一個禮拜的工作天之後呢 東西就會到了 好的 那就開始我們這個禮拜的樂高洲啦 好的各位 由於第一集呢 主要是介紹這個樂高洲的開始喔 還有介紹怎麼使用武士GO 所以今天的時間比較短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樂高是 樂高程式系列的60065 那由於是時間考量 所以第一集呢就是這麼小 呵呵呵 後面就不得了了 好 把握時間 趕快開始吧 兩包 那它的說明書呢是一本的喔 你只要翻開它的頁數 照著它一頁一頁去做 就完成了好不好 Start 完成了 好的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台是我們的警車 頭燈是可以變化的 後面有兩個卡榫 一個是放手銬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放它的抓蛇棒的喔 對 那因為手銬它有多附一個啦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去 很順 真不愧是樂高 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執法人員啦 就是一個抓到蛇 然後很得意的感覺 好了 接下來要介紹壞人這邊 壞人這邊就很好玩喔 它呢 背後背的是什麼呢 是一百元啦 呵呵 它背後這個袋子背的是一百元啦 然後 它是把錢 藏在哪裡的呢 來我們把這打開喔 這是葉子 這是樹葉啦 那這邊不是一個凹槽嗎 把這個張款呢 張款給藏好之後呢 蓋起來 呵呵呵 有沒有很厲害 對 對 那這一段的故事呢 就可以設計為 嗯 這個 呃 警察去抓蛇啊 然後無意間遇到犯人之類的啦 雖然很小一盒 不過 東西還蠻豐富的 開始 正式開始 嗯 今天來看看有沒有收穫啊 啊 太好了有 哈哈哈哈 屁啦 這是我本貨導致的故事啊 呵呵呵 這警察是在收錢嗎 收衣 啊 OK 掰掰 加薪喔 呵呵呵 什麼鬼啊 他跟他自己長氣 呵呵呵 賺太少了 加薪啦 不適合了吧 喔這也可以啊 這也可以啊 啊啊啊 完美完美 好的 各位呢 今天呢就是我們樂高週的第一天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期待明天的樂高呢 我只能跟你說會越來越大 呵呵呵 對那就請你們呢 繼續的鎖定 今天就到這邊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想要看更多這種東西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明天 再見囉 see you